台股实在很热 最近也有很多的股票投资 新手纷纷进场 投资的年龄层也下降了 几乎到了全民风买股的时代 分析师也提到 现在大学生买股票的不少 不过有民众拍下了 现在甚至连小学生 都有人拿着手机盯盘看股票 引发了讨论 依照他协同的理论呢 网友也讨论说 股票是不是要跌了 一个智能的背影 正在专注看着手机内容 但仔细一看 才发现这名小学生 看的不是手机游戏 而是股票的走势图 让网友惊呼不已 把照片贴上网 引发热议 但我觉得国小生看 也还OK吧 就是有些国小生 说不定真的蛮聪明的 对 只是就是可能 要给他一些观念啊 应该不太需要这么早看 网路上更是出现各种揣测 有人说几分钟 他的下学期学费就有着落 以前人都玩大富翁 现在小孩都来真的 我碰过客人跟小孩讨论股票 小孩才小学五年级 眼下之一似乎见怪不怪 你同学在讨论股票 有 那他们都说他都聊什么 就没有过去听 我从又没什么在讲股票 有点看不懂 我觉得要成年吧 因为成年的话 思想会比较正确 所以比较会有判断力 我觉得国中了吧 国中后高中吧 小小年纪学生之间 就已经在讨论股票 分析师对此很有感 过往的35到55岁的民众 下降到近期的20到35 帮未成年子女做开户的动作 也让小朋友在未成年的状况下 有证券互斗 也有网友提到擦协同理论 就是包含擦协同在内 都在讨论股票投资的时候 就是股票交易达到最高峰 之后就会下跌 现在也小学生都在看盘 分析师也提醒 从小理财固然重要 但不仅要留意风险 也必须和法定代理人密切沟通 记者方杨维达台北资本报导